受东北季后风潮的影响 这个周末又下起了长命雨 其中东部地区的降雨量最大 国家环境局指出 从元旦到今天傍晚5点钟 张印一带的总降雨量达到了632.8毫米 成了30年来最潮湿的1月份 未来两天 东北季后风潮预计还会持续 之后才逐渐减弱 来看记者徐永森的报道 蒙巴登仁兰海景一带的私人住宅区 上个周末出现突发性淹水 记者今天下午走访时发现情况良好 据观察 公用事业局派人到场严正以待 把流入沟渠的雨水即刻排出 避免淹水情况再现 尽管雨势不断 不过仁兰海景这一带 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突发性淹水 受访的居民也表示 积水的情况也没有像元旦日一样的严重 居民指出 当局星期六再分发充气沙包 给他们防洪水 但这个周末暂时还用不上 1月1号有烟 大概过去两天就没有了 只有那一天是最严重的 TJ下面这边 没有上去里面 因为我是根据经验 这个农历的时候 这个过了的 这个潮水一定会滴咬 没有什么 我认为说 很去特别去做一些预防 环境局表示 张宜、白沙、丹宾尼和马林白烈等 东部地区降雨量最大 预计雨势还会持续 午夜后才逐渐减弱 环境局也说 雨水天气使得气温凉爽 大部分地区气温介于23到24摄氏度 我国目前处于东北季后风季节 东部仁兰海景元旦周末的积水情况严重 有居民反映 水位到达小腿的位置 新传媒新闻记者 徐永生报道